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的主题 就叫做得胜 大家说得胜 在我们继续之前的时候 我要再一次欢迎所有在网路上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现在是在东南亚 在印尼 在美国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你在看我们的接下来的信息 我们欢迎你 如果你需要有带导的话 等一下你可以留言在我们的网路上面 我们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络 我们会有人来这边为你们祷告 同样的时候 如果你们是需要有小组的 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肢体的生活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帮助你在你的区域 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属于你的小组 不管你是不是在台北不用担心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只是希望能够让你们知道 你们不是孤儿 你在这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我们再给我们网路上的会友们一个掌声 可以吗 谢谢你们 但是下次在网路上聚会的时候 记得吃完早餐再来聚会可以吗 我现在看到你正在吃油条 先放下油条 OK够了 可以吗 够了 那有芝麻在这边 等一下 好吧 我们在今天要讨论这个的主题 就叫做得胜 再一次说得胜 因为我相信要事情 上帝呼召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他给了我们一个的身份 而且给了我们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是胜了还要再胜的 那在今天我们就要看几节的经文了 在这一边的时候 在这一边的经文是在 我非常喜欢旧约里头一个的故事 是历代之下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的时候 在这一边第一节开始 他说从此在此后 摩亚人和亚门人 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 说从海外亚人 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在哈喜逊塔玛 就是影机底 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 于是犹大人聚会 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课程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主耶稣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 来跟我们说话 主要表述我的话语是你的话语 谢谢你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所以这次我们在这边说 我们希望是胜了还要再胜 在这边就很有意思 因为刚才的经文 我们需要了解它整个的状况 整个的情况 在这边它写的是什么呢 在这边我们就发现 它的处境是 它说是此后 此后就需要开始想 什么东西是此 因为是此的后面 再一次 所以我们要先想什么是此 对不对 因为它说此的后面 此是什么 在约沙法当国王的时候 他刚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 他让所有的人离开了假神 他让所有的人开始重新回来聚会 他让所有的教会 经历一个极大的复兴 就是当时候的圣殿 大家都开始回到神的面前 把假神给毁掉了 大家开始好好的听神的话语 好好的献祭 好好的敬拜 好好的祷告 这是此 但是那一个后是什么 那个后就是敌人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期盼着是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认真来到教会 有人跟我讲说 他已经认真回教会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很高兴 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 我偷偷骑他的三轮车 这以前在白人街到处飙车的 他现在开始回来一个月的聚会 我很开心 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注意了 就是说我开始回来聚会了 我开始读情祷告了 我开始认真参加小组了 然后最近的时候我也开始实意奉献了 然后这是此后就敌人来了 那我们就要想一个的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说 我问一个问题 我们需不希望胜了还要再胜 有阿们吗 前半段有阿们 我们阿里山区都没有太多的反应 那我们再问一下 有多少人你希望你是成为一个得胜者的 有多少人你希望是说 我们是胜了还要再胜的 阿们 所以我们都听到这个我们都阿们 但是你用另外一个想法 你好好想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胜了还要再胜的意思 就是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的意思 阿们 对不对 就是你胜了什么 一场战争你打胜了才叫做胜了 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得胜者 就是你胜过了困难才成为了一个得胜者 上帝在这边加入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 我们一直以为是信了耶稣就没有苦难 所以有些人就说 牧师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就有苦难 我跟你讲 你信了信了耶稣都有那一个苦难 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现在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一个苦难 OK 就是你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信了耶稣 我跟你我保证你 你就是会遇见这个的难处 但是上帝现在让你认识了他 他要给你力量胜过那一切的难处 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的时候 我再一次说 在诗篇的时候你就看见到 你就看见到他说他是你的君王 他是你的荣耀 他是叫你抬起头来的 他是你的公义 他是你的王 他是你的力量 他是你的磐石 他是你的山寨 他是你的依靠 他是活的神救赎主 牧者亮光拯救帮助 藏身处喜乐 其难日子的避难所 慈爱的神 经过来搭救我的 他说我的福分跟安慰 讲这么多为了什么 就是你什么时候需要山寨 你什么时候需要在这边 一个的堡垒就是 人家开始射弓箭的时候 你需要有山寨的 阿们 所以就是有敌人攻击 你就说感谢你是我的山寨 你什么时候知道神是你的福分呢 很简单 就是你所有的财产 你所有的宝物不见了 你破产了 但是当你破产的时候 你就说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神是我的福分 虽然我什么钱都没有了 但是我是富足的 因为神是我的福分 什么时候你知道祂是你的父 就是当你被抛弃了 当你觉得你像孤儿了 当你已经没有人在你旁边了 你自己孤单的一个人 你坐在房间里头 你以为没有人爱你 但是就知道一样事情 祂是你的父 这就是神在这一边 祂给了这么多的应许 不是因为让你在这边平安无事 是让你在困难当中 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 所以这是这个的环境 这是这个的处境 然后第二次开始是一个姿态 这姿态就讲到的是什么 你就读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约沙法变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力宣告进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 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 寻求耶和华 注意三个球 三个球耶和华 这个就叫做姿态 约沙法他改变他现在的状况 他知道敌人来临的时候 他改变他的姿态 他说我要求耶和华 这是一个姿态 这是一个stance 就因为你的动作 你的战法很重要 如同在拳击的时候 拳击的时候 基本上有两种的战法 他们称一个是叫做Orthodox Orthodox是右拳的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叫做传统 另外一个是叫做Southpaw 南拳的 是左拳出来的 所以在这边是有一些不同的战法 有左拳的 有右拳的 但是你的战法会带来什么呢 你的战的方法 你在拳击的时候 你战的方法会带来你足够的力量 能够反击敌人来的攻击 所以拳击很重要的是你的战法 你的后腿只能够在脚尖上面 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快速地攻击 跟快速地逃离 你的动作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阿里他就说了 你要能够像蝴蝶一样的飞舞 能够像黄蜂一样的遮人 就是因为你的stance对了 你的战法对了 你就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 在这时候约沙法 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他站好他的位置 他说我现在看见到敌人来了 但是我需要站好我的位置 因为我需要知道怎么样子 面临现在这个的挑战 约沙法在这边的时候 中文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中文的翻译在这边 他说什么呢 他说约沙法变惧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约沙法现在在害怕 No 约沙法在这边他说的是 英文里头 你去看各个的白门 他说他是Alarmed OK 另外一个是他是 Shaken 震动 震撼 然后他说Stirred 就是他瞧望 所以意思是这个 在这时候约沙法 他听见约沙法是那个王 再一次因为我怕有一些新朋友 我在讲 就是这个的王叫做约沙法王 他看到了有这个的大军来的时候 在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人家就说约沙法 我跟你讲 敌人来了 然后约沙法就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他这样子 那 你们就如同当时候 犹大国的大臣们 他们也一样 就是他在干嘛 对不对 他就这样 你们就觉得很尴尬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反应 你们就觉得有一点的尴尬 对 当时候那一群的人 也是想说 你在干嘛 因为他怕了 这时候约沙法 他就做一件事 这个的意思 原文当中的意思是 他 打醒自己 Shaken 把自己摇醒过来 他就 Wake up 他就说 Wake up Stop it 不要再这样子 你醒过来 因为你不要再去看着 那一个的困难 你知道 当我们喜欢看着困难 看着那一个难处的时候 有一点迷惑的感觉 希腊文化里头 这个的 他们就有讲说 在这一边的 以前有个叫做Siren的 他们在这边就会唱歌 唱歌的时候 这一群的船员 就会被他迷惑 迷惑之后 他就慢慢 就被吸引走 直到他们把自己 给打醒过来 因为他们不能够去 听着那个声音 往那个方向去 他就要打醒过来 才能够往逃生的方向去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也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只是听见到了 那一个困难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被震撼住 就一直看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 把你自己打醒过来 不要看着那个困难 要转着来看着上帝 你的姿态要是正确的 他在这一边 他转了那个的姿态 转了姿态 那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寻求的意思就是祷告 再次说 你要寻求神 定睛在神的身上 求耶和华 你要求告耶和华 你要祷告上帝 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头 问题就是 我们常常把祷告当作是一个 我现在没办法了 只好祷告 你知道这个礼拜 我发现一样的东西 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肥皂 肥皂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东西 但是很特别的是 大家常常把肥皂当作是一个宝贝 你知不知道在全世界 95%的人都拿得到肥皂 95%就算在第三世界 都能够拿得到肥皂 但是肥皂对大家来讲 大家是觉得肥皂是一个很特别 在特别的时候才要用肥皂 但是如果你用肥皂的话 现在他们统计 在正常的时候 全世界有550万的孩子 他们不会超过5岁 因为他们会得到的是 他们的肠胃的疾病 或者是他们会得到肺炎 那这些东西都是洗了手 就能够解决的 如果你洗了手 肠胃的疾病 大概能够解决50% 如果你洗了手 肺炎的问题 能够解决到 解决30%肺炎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今年 我们才一直提醒大家 洗手洗手洗手 然后我们都说要用肥皂洗手 肥皂洗手 肥皂洗手 但是我跟你讲 在2020之前 因为我不知道2020的统计是什么 在2020之前 他们做过一个统计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因为包含我们 就算我们不在联合国 我们都还是在全世界里头 全世界的人 五个里头有四个上门厕所 不洗手的 是的 认真看着你旁边的哪一个人 五个里头 有四个不洗手 上完厕所 OK 但是不要紧张 因为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永远都知道 那种的人 不会在我们的教会 他都在另外的教会 对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的重点 好 所以我有特别请 那一个教会的人 一月的时候 可以来讲解 为什么他们不洗手的 OK 好不好 所以这个 所以肥皂 你知道肥皂发明 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 是巴比伦帝国发明的 就是说在蛋仪里的时候 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洗过手了 就是已经这么久了 但是大家不喜欢用肥皂 就很奇怪了 这个东西 他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特别的 是重要的 收在洗了 就是你用这个 洗衣服用一点的肥皂 这个洗澡 终于用一下的肥皂 我知道这是男生的问题 不是女生的问题 OK 因为我的儿子洗澡很快 爸爸我去洗澡 洗好了 Miracle 对不对 我以为你以为 这是耶稣的保血涂抹 这就该倒个垢就好了 是不是 给我好好的洗 可以吗 OK 重点是我们不喜欢用肥 这个肥皂的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我这个礼拜就做一个研究 就很特别的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当总统 最短的总统 到底是谁呢 你可能不知道 你一定不知道 没关系 不要回答 OK 当最短的总统 叫做 Garfield 对 就跟加菲猫的名字 是一模一样的 OK 他叫 加菲尔德 加菲尔德总统 他总共做总统 做了六个月 六个月的总统里头 有两个月 是在病床上面 为什么 因为 在有一天 他要去搭火车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走到他旁边 就开了两枪 开了两枪之后 他们立刻 就要急救 这个的总统 这个的医生 非常保护 这个的总统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的医生的手上 上次死了 另外的一个人 叫做林肯 OK 所以这个的医生 就赶快要治 Garfield 那 他们就 把他摆在病床上面 他们不准 任何的人去碰他 因为就只有他 可以来医治这个 在这时候 就很有意思 一个题外的 一个历史的 有意思的是 在这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叫做亚历三大贝尔 亚历三大 我希望我翻译 没有翻错 但是亚历三大贝尔 他是谁呢 就是发明电话的 OK Alexander Bell 亚历三大贝尔 他为了要去救总统 他知道总统中担了 他为了要去中总统 我说为了要去中总统 中瓜得瓜 中同总统得总统 OK 他为了要去救总统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去发明了金属探测器 他发明了金属探测器 他就带到了白宫要去救总统 但是这些人为了要保护 就说OK 好了你试试看 但是你只能够摆在某些 你要小心 所以他就拿了这个的机器 他就开始摆在总统的身上 但是就很奇怪的 这个的机器 他们在去探测它的时候 就摆在它的身上 每一个的地方 都一直 很奇怪 怎么全身都在低 明明就两颗子弹 怎么跟我们台湾 有一点类似的感觉 突然间讲到这个 我才突然间发觉到 都是找不到的两颗子弹 你知道吗 就这两颗子弹 它就在那边 叮叮叮叮叮叮 全身都在地 他们就说 你这个机器没有原因 就是把它给赶走了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 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叮叮叮叮的时候 因为总统睡的是弹簧床 真的 我不是今天无聊编故事 这在历史当中的 总统就过了两个月 死掉了 死掉了他们就要去解剖 说他怎么死的 他们就发现那两颗子弹 根本就没有达到他重要的器官 就代表一样事情 其实这个总统可以不要死的 你不开刀他也不会死 那子弹打到根本就 他可以就永远有那两颗子弹在他里头 那他不会死 为什么死 他死的是因为感染 因为在那一个年代 欧洲有一个新的发现 欧洲有一个医生叫做李斯德林 对 就是漱口水的那个李斯德林 这个李斯德林有一个新的发现叫做细菌 他说是细菌会产生感染 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不相信细菌 他们觉得是空气带来感染 所以当这一个医生在治疗总统的时候 当他一看见总统在火车站被打了一枪 躺在地上 他就立刻过去 用他那一支没有洗过的手指头 他就插在总统里头 试着把子弹给挖出来 但是因为子弹挖不出来 接下来在两个月的过程里头 他就动不动 当他想到要去救总统的时候 他就进去挖一挖 所以总统在那时候就成为夜市里头 大家最喜欢的 扣扣了 戳戳了 所以总统就 所以最后他们发现他是感染而死 因为那一双感染的手 一直碰到他 当他们要处死开枪的枪起犯 那枪起犯就说了 他说我承认总统是被我开枪打的 但是总统不是我杀的 是他的医生把他给杀了 真的 我没有在骗你们 这都在历史当中 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的故事 我就被提醒 多少的时候 我们试着用这一双肮脏的手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可以用那祷告的手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忘记了 第三个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姿态对了 他就开始要有一些的步骤 他的步骤非常的简单 今天跟大家很快地讲一下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他就说了 他就说 这个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他提醒着上帝 他说上帝你记不记得 你亚伯拉罕是你的朋友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代表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 就是上帝你不要忘记 我是你的朋友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我们不只是神的朋友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更有确定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谁 就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非常出名的记者 克拉克坎特 你们知道这个记者吗 克拉克坎特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的记者 就是他的身份到底是记者 还是他真正的身份 超人 所以你知道我都永远不相信 克拉克坎特他在那一家的报社 你能够相信他的新闻 因为这一群的记者 竟然看不出来一副眼镜下面 就是超人 这一群的记者 大概是全世界最笨的记者 就如同现在你说 郭伟牧师不见了 郭伟牧师回来了 郭伟牧师要消失了 那是谁 哇又回来了 Magic 这个就是 超人他的同事 就是这一群这么厉害的记者 所以他们的报纸大概是不可以读的 但是重点是这个 请问超人的身份 来自于他红色的披风 还是来自于他是谁 他是谁 就如同另外一个最出名的高中生 彼得派克 请问他是高中生 还是他是蜘蛛人 因为他的身份不来自于他的衣服 是来自于他的身份 who he is 如同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亿万富翁 布鲁斯维恩 布鲁斯维恩 他真正的身份 到底是亿万富翁 花花公子 还是 是 Batman 蝙蝠侠 所以我永远都觉得 蝙蝠侠比钢铁人厉害 因为虽然都是亿万富翁 但是一个没有衣服 还是蝙蝠侠 一个没有衣服 就不是钢铁人了 他的身份 不来自于外面 他知道他是谁 但是就很有意思 在英国文学里头 有另外的一个大反派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的学问的 就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 代表你很有文化水准 索伦 索伦是魔戒里头的反派 魔戒里头的反派在这一边 就整个的魔戒的故事 我很喜欢这个 因为这是英国文学史上面 最出名的一个制作 他就 他说 索伦把他自己放到戒指里头 所以索伦是 他需要有那一个的戒指 才有那一个的能力 他所有的身份 都到那一个的戒指里头 所以当他失去了戒指 他就不是索伦了 这就是为什么 在整个的魔戒里头 他们要努力花了三本书 三个的电影 九个小时 之后 他就要寻找那一个的戒指 但是当戒指毁了 他就毁了 因为他的身份在戒指里头 其实这个的戒指 就代表的是 我们生命当中 那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的身份 会不会摆错地方了 你的身份是白 你是医生 还是你是神的孩子 也就算是你不是医生 你还是神的孩子 你的身份是白 你是亿万富翁 还是你是神的孩子 也就算是你破产了 你还是神的孩子 这一个就是他在这一边 所讲的 他就说 我在这一边 要知道我的身份是谁 第二个 他的专注 他就说 我们的眼目 我担仰望你 在这一个喜欢自拍的社会里头 自拍就已经彰显出 我们人最爱看的就是自己 但是当你看着自己 你就发现你是非常软弱的 你需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我就记得 有一次我在7-11 在中生国小对面的7-11 那时候学生才刚下课 我就看到有一批的小学生 包围着一个 大概才小二的学生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很好奇 我就走过去看 我走过去就发现 他们那一群的学生 在骂这一个小六的学生 我走过去听他们骂的话 真难听 就那时候我一边听 我心里头就 好难过 我看着那一群 然后这个人就萎缩在一个角落 他们就一直骂 一直笑 一直骂 一直笑 然后我就看旁边的大人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心里就想 这群大人 这不说说话 然后我就想到 我也是站在这群大人里头的 一个大人 我觉得不行 我就站到这个的小孩的后面 我就很凶狠地看着其他的孩子 我就看着其中一个 我就说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你妈妈是谁 我要跟你妈妈说 然后我就很认真地跟这群孩子说 你们就在霸凌 学校所有的霸凌就是 反正我就这样 一边讲的时候 这个孩子 本来被骂的孩子 突然间 他也吓了一跳 有一个人站在他的后面 他就转过来看着我 突然间 他脸上的恐惧 压力消失了 因为他不再看着那攻击他的人 他看到那一个为他发神的人 弟兄姐妹 转向神 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他就说 是他们的婴孩 妻子 儿女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让你的家庭参与在这当中 他让我们全家一起来祷告 我最爱的就是 让我们的孩子要知道祷告的大能 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祷告的恩典 所以你知道我的儿子他这一次 他每一年的比赛 今年他就得奖牌 他好高兴得奖牌 然后我太太就赶快转给我 说他得奖了 我说Wow so good 因为每一次比赛前 他都会迫切迫切地祷告说 上帝啊让我今年能够得奖 所以他得奖的时候 我就再一次就问他说 哇你得奖了第几名 他说第二名 第二名这么棒 多少人比赛 两个人 然后我就懂了 你知道他们的这个祷告是要怎么样子 这个祷告不是让我比赛能够赢 他们的学校是要祷告到选的那一个的比赛 越少人参加 赢的几率就越高 你懂吗 所以如果是三个人参加 他就会第几名 第三名 所以他就要选择是三个人以下的比赛 他就会得奖牌 所以他现在每一年祷告 都会选对比赛 每一年都得奖牌 哇我真的以他为荣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是累球队的 我们是在我们整个的区域的前三名 也就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学校 所以我们永远前三名 所以我的女儿她也就开始学会 每一次比赛前的时候要祷告 那我不只是这个 我每一次只要有几乎他们生日 我都会带他们去 爷爷跟奶奶前面 因为我让他们知道 恩典是会传递的 我让他们知道祷告的大能 我让他们小时候就知道 万事都带到上帝的面前 让他们知道 他们祷告是有能力的 有一些的人你们说 但是我的家庭不是基督徒的家庭 No 可以前不是 从你开始就舍了 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历史 新的恩典 你要断开所有以前的咒诅 好了 第四个步骤他们就发生了是什么呢 在这时候就有一个先知出来了 他们祷告结束了就 第一个的答案就是 敌人还是要来 我的天啊 敌人还是要来 先知就讲了 他就说敌人要来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一样事情 他就说 你们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 为你们施行拯救 明日当出去迎地 因为耶和华 与你们同在 于是约沙法 他听到这个东西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说 他就设立唱歌的人 颂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OK 以前我读这个 我不懂这个礼拜 我终于越来越了解 这一节的经文 因为原本我看不懂的原因就是 他们要打仗的敌人来了 他就拍了师班出去 站在敌人的前面 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 师班唱得太烂 你有听懂吗 就是他想要换掉师班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换 所以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 你们可不可以 站在军队的前面 不用穿盔甲 不用穿盔甲 穿师班袍就好了 耶 去 以前我不懂 然后终于我了解了 为什么 因为在诗篇 你看 诗篇它这样在22章写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他让师班走在前面赞美神 因为当你赞美的时候 神就在当中 所以他怎么样看见神 为他们做大事 就是你们去 开始赞美神 在那个当中 神会来作战 OK 他就说 我要看见神作战 神动工 怎么看见 我开始敬拜 我开始赞美 神就会在我们的当中了 弟兄姐妹 这就代表一件事情 他说赞美的记忆 就是因为你现在赞美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 你现在好痛苦 但是你就改变 你改变那祷告的方法 我们祷告的方法 通常都是 上帝现在求求你帮助我 我这个工作真的太困难了 我需要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 我现在生病了 我真的需要你来帮我 That's good 那叫求告耶和华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祷告 就是在你的祷告当中 你用赞美来祷告 你的赞美来祷告是怎么样 就是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你说 你是耶和华以乐 所以我知道我的工作虽然困难 但我赞美你 因为我知道你会供应给我 同样的祷告 但是改变了 说主啊 现在好多的攻击 但是我赞美你 因为我知道你会保护我 主啊 我知道我又犯错了 但我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的公义 你的保血可以涂抹 遮盖我的罪 所以我的祷告可以开始转化 但是当这个祷告开始转化 当我祷告开始 我就带来最后的一个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叫做满足 圣经上面写 约沙法 他们出去唱歌 结束之后就发现 所有敌人都被打败了 但是在地上所有的宝 他说所有的财物 所有的珍宝 多到一个的程度 他们一天搬不完 搬了三天 原本要成为他们救主的 现在成为了他们的祝福 原本要毁灭他们的 现在要成为供应他们的 我要祝福在这里的 每位弟兄姐妹 你是胜了还要再胜 在所有的困难里头 要成为一个 让你能够刚强起来的 所有敌人原本 为了要来攻击你的 那一切要成为 那一个财物珍宝 要让你是胜多 多而又多 上肩下流 连摇待暗的恩典 弟兄姐妹 让我祝福你 再一次 胜了还要再胜 不代表就是一帆风圣 就如同他们说赵云是长胜将军 长胜军 但是就代表 因为赵云打仗打得够多 才能够叫做长胜 你说你是得胜者 How 我怎么能看出来你是得胜者 就是因为每一个的战争 靠着上帝 你都可以打赢的 你说牧师我不要遇见战争 信耶稣就有战争 那信耶稣不信耶稣 都会有争战 都会有困难 但是以前那一个困难 你会被打趴 现在在这个争战当中 你会是得胜者 我们一起起立